即使正规赛打完仅有是七头六中,其中包括三颗篮外空金球,但勇士队主控柯瑞昨天仍在与湖人队的比赛中扮演智胜英雄,他于延长赛横扫十三分,驻队以127比123告诫。 勇士队柯瑞再度成功就场,法新社分享。 勇士队柯瑞在前一场出战国王队的比赛前,因为右手无名指挫伤与脚踝扭伤的队友杜兰特一同缺阵,导致球队输球,不过两人昨天一同归队,随即合力拿下57分赢球。 勇士队柯瑞在正规赛受到右手带着护具影响,手感不佳,甚至罕见的三度出现篮外空心的状况,但勇士在杜兰特于第四节最后46秒投进关键三分球后将比赛带入延长赛。 随后柯瑞也摆脱冷手感接管战局,兴士连进两颗三分球拉开比数,并在比赛最后14秒四伐三中就对陷胜。 柯瑞昨天拿下28分其中13分其中在延长赛,在谈到自己的手伤时,他说这真的很痛,但每个球员都经历过比这个更糟糕的伤势,所以我上场后尽量不去想。 只不过这还是我的惯用手,必须要花点时间进行调整。 勇士主帅柯尔在谈到柯瑞倒吃甘蔗的表现时,则说很显然的,他有一个惨痛的开场表现,不过是什么造就了柯瑞?柯瑞就是那个能够完成关键进球的球员。 NBA战报分享